看两宗讲文 都有共通点 未审先判 第一宗都离谱 曼宁两位女便衣保安 二话不说我怀疑你是贼 就当你是贼 直接人家出了店铺 拖行她 两位拖着那个人 女事主室拖进店 想去审他 幸好那位女事主室拖单 她说如果我拖单就麻烦了 当然妖阳到网民都知道了就麻烦了 循例了 惯例去到曼宁的Facebook招呼一番 最后曼宁就加发事后 即是斩揽 立即炒了两位便衣保安 但也没用了 因为以后还敢来你的店铺 因为那些是外判 但她没有交代那两个女便衣 什么来龙去物 这么恶 我怀疑你偷东西 对吧 就枯颈又成了 神经病 很严重 待会我又被你怀疑 我还拖 还拖打了你 我又闹着 但我突然被你枯颈 我不还拖 神经病 你说一声 你怀疑我偷东西就截停 我问 不就枯颈 问也不问 这样也有 另外另一件事 有个女港女 港女 怀疑她港铁对面的乘客 偷拍别人 偷拍第三者 拍了相片就公审别人 结果又有另一件事 所以千万不要未审审判 我们来看看 万宁这边线下 有个女的顾客 买了两瓶琵琶糕 自助收银机给钱 我都在万宁买过东西 自助收银机 我们经常是计算别人 会怎么做 或计算会发生什么事 或计算有些蠢人 怀疑我偷东西怎么办 以及以前 经常怕别人会把货品 塞到你的袋子 谁知原来最近有件事 恶作剧 幸好是拘捕了恶作剧的那些年轻 有的 那你也是论尽的 唯有去查费电视 很烦 我都买过 我会用自助手机买 就算你排队买也没用 因为他可能在A的地域 你走着走着才能够出门 这时候你的货物可以带到袋子 但你把单子要拿着 拿着在手 那些蠢保安 陈人 因为何太的朋友 他可能不知道 我拿着单子 起码他不会先沾我脖子 你明白吗 你对着蠢人就要这样做 你无端被人沾脖子 真是该灰 碌有业洗澡 最怕是你这样解决到 就叫做托买 最怕是你还拖 被人沾脖子 如果你学油道 你沾脖子 一个摔脖子 打到整个店的货 打烂了 那怎么办 当然你最后也是自慰 我怎么知道你不能从后沾脖子 我懂油道 就打你下去 或者打到那个人伤了 最后你没事 你也很烦 但最烦就是 我无辜的 我被你那两个傻人 当我拆枯颈 搞我一大轮 那些人就说 以后怎么来你万宁买东西 这样聘请人 神经病 真是离谱 荒谬到什么 我也挺怀疑 这两个女子的来历 大家不禁 联想也有某些东西 但当然不方便 无断带 可以这样做事 你也知道什么 有些网民说 是否请不请保安 我想做 这样 真是离谱 那两个女子 离开了电50米 两个人夹击她 一个枯颈 一个扯背囊 女儿子 敌不过两个人 尖山被拖进去 她还绑架 正常出了门口 在街上被拖着走 幸好她知道拖进去 经历 惊动到在附近 幸好就立时拿回收据出来 那就没事 然后还要火滚了 真的看到 其中一个便衣保安 就立刻刹拖 踏肩膊 示好 不好意思 误会了你 没事 没事 你让我哭一下 有没有事 你看看 那些人说 你应该是立刻报警 事后发Fest 公审 这次当然有力 后来网民知道 去到万宁的Facebook澄清 不是澄清 是去派生气 这样好听 去派生气 事主一边被扯 一边大喊救命 当时以为被绑架 真是离谱 就是丑出全香港的万宁 事后万宁说 是便衣保安 这两个由第三方保安公司聘用 经过调查之后 立即炒了这两个人 即日解雇 因为两名人员 违反了保安公司制定的员工守则 曼宁也决定即时终止 与该保安公司合约 没用 叫尽去一切所能去拆弹 但是服务行业 不是出了事去拆弹 是要防止任何事情发生 真的 我真的不敢再去曼宁 原来保安这样做事 真的 说真的 你还连累其他的 人家未必分得清 这些不要搞了 真的很大事 真的很大事 恨好就是他的袋子 带着收据 让你枯颈 哪里有佬礼 突然被人枯颈 神经 真的不行 事主说非常震惊 说自己土生土长 在香港长大 从未试过 也未听过 有些东西 真的听也未听过 蟹人听闻 他在赞文的时候 手都震了 心脈瀑布跳 一路打这篇文章 一路哭 震着哭着打这篇文章 相当委屈 那些网民当然去招呼一番 结果 这个港女表示事后 向万宁客户服务投诉 暂时还未有回应 当时去打那篇贴文的时候 就是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当时觉得是被人绑架的 因为有两个人同时扯着他走 他一个女儿根本没办法挣扎 手都震了 忍不住哭着写这篇文章 万宁回复香港01 说对这件事高度关注 在尖沙咀分店遭受不当对待 管理陈德式事件 立即亲身向梁小姐 致以慰问及道歉 并承诺跟进事件 那两个保安立即炒了 那间公司也终止了合约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判上判 不行 有失者身份 曼宁以前还觉得挺有礼貌 现在就好像不懂招呼 以前他有个门口 有个关注 欢迎 现在可能省了个位置 门口没有那些 他说还会承诺成立专责小组跟进事件 包括重新检讨店铺的保安和相关流程 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那就没有了 真是丢架 这些 顺利去洗版的 这些你一闯火就 另外下面那个也是被洗版 说 明明顾客是帮衬你们店铺 竟然都可以遭受身体和精神伤害 有没有搞错 都挺恐怖 也都直戚那两个保安不是第一时间问人拿单的吗 反而就枯颈 你怀疑人偷东西都不是这样做 还没审审审判 这件事就是保密了这两个女保安的来历 背景 我挺怀疑的 这两个女保安是什么事 什么来头 这么厉害 那些人直戚 以后怎么来你们这里买东西 好害怕 有些人说 请不请便衣保安 想应征 捉人还是捉人 你怀疑都应该先问了 这样说枯颈 有没有搞错 可以报警的 市主为什么不立刻报警 真是立刻报警 搞大它 我让你箍颈 你想按一件事 怎么按 箍颈 箍颈真是什么 那两个好彩 就这样炒了 已经是最低的惩罚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可以报警 这两个保安 现在是最低的惩罚 我们看看另一件事 相当有趣 就有个男子 被对面的女乘客拍了一张照片 当然是试图公审他 就说这个紫衫蓝 相当可疑 为什么他这样拿手机 怀疑是在偷拍旁边的女事主 但也偷拍不到什么 他可能要再低一点才偷拍到些东西 又是未审才判 偷拍了这张照片 放在网上公审 结果 事后就是一个自称 紫衫蓝的女儿 对号入座 就说 当时这个人是他爸爸 他习惯了上班都会加入一个 Soon meeting 令到大家误会真的不好 好了 就也劝语楼主 说如果你能够当面向紫衫蓝求证 可能会减少了 不必要误会 当然紫衫蓝没有身份 那些人都是吃花生 对吗 如果他遮了样子 吃花生 如果他出样子 我想他也要道歉 或者会不会负责任 由于风向大逆转 那些网民就立即转态 去谴责楼主 即是对面的女事主 偷拍紫衫蓝 就屈她偷拍旁边的女乘客 站立这个 那个楼主就没有理 虽然大批网民要求楼主道歉 有没有搞错 误人偷拍 如果你没有任何证据 你要向人道歉 谁知道楼主站硬 反骂一句 够胆就叫你爸爸去报警 他如果拍过一张照片 就算删除了警察都会跟到 是不是这么厉害 那些网民说 就说 喂楼主 你自己未审先判还这么困 是吧 有没有搞错 叫一个被人屈偷拍的人去报警 你傻了 还有楼主又被人骂得太金 就delete了贴文 但delete也继续被人截图 继续骂 他说你杂拨截图 判还判多少 判还判裂 判判呀 这是没什么必要的 做的多交流 那你又怎样 你如果真的怀疑他偷拍就立刻站起来指责他 当场断正报警或是怎样 自己都害怕自己理亏 你又多事又事后去公审人 原来一场误会被人骂到要删铺 这些多余 正正经经我说真的悶悶的就去看花生 但其实我建议去看多些学术性的东西 我都自己强迫自己平时尽量不要看 我都强迫自己中手机读得挺重要 有时是差自己的片子 有时是看别人的片子 但都是看花生片 也意识到不好的 我们的时间不是这样用 有时都逼自己可能下街就不带电话下去了 逼自己那时间走出来十分钟 几多分钟也好 可能想一下东西思考一下 太多东西要去思考人生 我们被手机捆绑着 你不得了 你还这么有空去理人闲事 去公审人 你又没有证据 你只是怀疑 被你冤枉的人很不值 突然被你拍照 最后这个流主 唯有删除了事 但都被人骂到狗血淋头 最重要的是 你如果是怀疑别人 你就当面提出质疑 不是事后冤枉别人去公审别人 现在在网络下大家多反思一下 最离谱的是 这宗只是小事一侧 紫衫地铁 也不小事 紫衫地铁当然不小事 但我就说 那个人是没有事找事搞的 对面的女事主 冤枉人偷拍 但曼玲这宗不是开玩笑 曼玲这宗真是害怕 真的不敢进这些店 我进去看东西都怕被你说我偷东西 有时候这些店 不敢走得太近 那些店铁拿起手看都怕 你怕那些人是傻 那些人 请这样的人 可以这样困人脚 可以做得出 这些人是什么事 怎样都好 我们先留下 有什么想法 下面留言 如果听完 看看有什么观点可以分享一下 曼玲 曼玲 现在大家说 我不敢去 下过自己 当刻 曼玲交代了 已经和那间保安公司解约了 大家在研究 那间保安公司有什么事 还有那两个女便衣有什么事 大家反而感兴趣 尤其是那两个女便衣有什么事 怎样都好 就来到这里 有没有想法在下面留言 记得按订阅支持